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话说总是看我直播的时候看到我这个大叶归废 其实我讲过一回了不问我怎么养的这么大 你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一棵 这么大的一盆我只给它留了两个叶子 现在呢又长一个新叶子出来了 那我这个时候还需要干嘛呢 就是修剪 我准备把这个老叶子给它剪掉 修剪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剪掉就行了 这个老叶子呢 你不剪掉它 它的营养不可能供到新叶子上面 而且呢它也是占用空间的 你们养花你不想想 这么大一盆就留一个叶子 它能长不大吗 你一个盆里边留几十个叶子 它能长大吗 还有一个呢 只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要卖给你什么肥什么土的 多半是鸽鸡韭菜的 你明白就行了 比如画家人跟我贵贵猪怎么样 它可以晒太阳 但是不要强光暴晒 在一个肥料的话呢 选择空用型的 撒到土里面就可以 它对土的要求不高 你只要用这盆和土 空碗透气 只要排水性好 只要不烂根 它就能长得好好的 肥料选通用型的 完全ok没问题 别相信人家那些 这了那了的嘎嘎 搁你韭菜做那的 然后呢 有的话说 老花姨这个桂贝猪是什么品种 一般问这个桂贝猪 什么品种的话 有90%的 可能没有见到过下面这个景象 诶 这儿 看到没 对 它还会截这个大棒出来 像玉米一样 其实啊 这个桂贝猪 就是这种桂贝猪了 这个桂贝猪 这个桂贝猪呢 就是这个了 有的话说 怎么样养了那么大 一个是时间 再一个呢 你记得像我一样 把下面这种小的叶片 及时给它剪掉 留着没什么大用 只会浪费养费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少生幽生 幸福一生是吧 尤其是养发这方面 体现得更加的明显 这种小叶子都可以剪掉 留那么多干嘛呀 少留几个 它就会长得更大 好了 有桂贝猪的养护 又给你们犯了一片 还有养桂贝猪 养不明月的四分羊六羊 我是老花姨 养发最人一 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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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